爱佳人爱 众生爱 地球 生命 电视 总 活 生 旧 生 座 寂 爱佳人爱 众生爱 地球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 般若讲座 海涛法师 troop失点统 海涛法师 传出 黑eds 海涛法师 海涛性 ihrucat 找回��의 sociinte 海涛法师 出品 我 Ur了 光景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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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苦得乐 同臣佛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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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哪有一个人在吃肉 告诉人家要吃素 也没有一个人说 我脾气不好 还劝人家不要发脾气 不可能 我们是从脾气不好 终于改变了 改变了这个过程很痛苦 你要修忍辱 终于你改变了 你有方法去告诉别人 因为你所实践的佛法 让你自己不会生气了 比较快乐了 然后去告诉那个 正在生气的人 也不要生气 你以前很喜欢谈恋爱 很喜欢漂亮 你现在终于超越这个欲望 感情 贪心 然后你进一步 你才能够帮助别人 不要贪心 因为你实践了这个佛法 所以佛法分做教法跟正法 什么叫教法 就是各位你现在 我们一起在看佛经 讨论佛法 我知道 我知道 你又做不到 我现在最担心的一点 就是说很多人 看了很多佛经 看了很多网路 佛陀讲什么 太虚大师讲什么 某某祖师讲什么 问题是 跟他也没关系 因为他从来 没有改变自己 他只是把佛法拿着评判 对 这个对 那个不对 这个道场对 那个道场不对 他很会讲 但是跟他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 甚至他讲别人错还令人讨厌 他说你又做不到 你要讲我 你脾气那么不好 叫我不要发脾气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一定要好好地体悟 就是说 对于修行的目的 就是要解脱痛苦 这个痛苦 世间所有的快乐都是痛苦 你在追求爱情 追求名望 追求快乐 追求知名度 那都是痛苦 所以念一下 有求皆苦 对 因为这个世间一切都是变化 无常空无自信 念下来 无常故苦 对 空故无我 所以我们都会背 无常苦空无我 这几句话你会背 来 无常苦空无我 你对世间的一切 现在你签了你的儿子 好快乐 你要念 无常苦空无我 放掉 不然的话佛法 它只是你的消遣而已 我懂佛法 我是佛教徒 可能下辈子不会下地狱 希望我这辈子发财一点 但是你对佛法的真理 就没有用在身上 就像一个得癌症的人 快死了 快死了 他还不吃药 哎呦 担心 那个痛起来怎么办 所以佛教要我们 体悟苦的真相 这个叫苦胜体 这个是佛法的基本 苦 而且你要很有强烈的感受 所以昨天说 我修行佛法对自己有惭愧心 哎呀 我的不知生死 不怕苦 都在追求那些 世间的 所以我的师父也才会说 就算你将来要盖寺庙 要办道场 那只是一个随缘方便 但是如果你自己 解脱生死都没解脱 一个没有道的人 盖起来也不叫道场 因为你不知道你盖这个要干嘛 你只是完成你自己的欲望 我希望有个道场 我希望别人 你看我也很努力 盖一个道场 来满足别人的眼光 我自己的这种成就感 那这是一个 恐怖的事情 所以释迦牟尼佛讲了 苦即灭道 世圣替各位要 天天都要思维 我们天天在忙的事情 是不是在 会不会痛苦 会不会无常苦 空无我 有身体就有生老病死苦 解决了吗 有感情有欲望 就有求不得苦 爱别离苦 愿真悔苦 有生命的存在 就有身心 无孕变化 无常的痛苦 那对这个一定要了解 但是如果你没有了解 那你就 不会去想要 真正想要修行 当然修行佛法 还是分成三个阶段 那第一个阶段是 一般人追求了 来念一下 人天福报 现世快乐 来世快乐 但是所谓的人天福报的快乐 它只是一个假象 这个求求不来的 这个是你的夜报 这个夜报是 念一下 相信因果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持戒布施 或你守戒律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喝酒 你就不会堕落地狱 鬼道出身道 你有布施 那你就比别人富贵一点点 所以这个世间 是个经济的社会 人们很喜欢追求 看别人漂亮 有钱 身份高 大部分人的注意力都在这上面 注意力都在上面 老实说 整个法国巴黎这么热闹 昨天晚上我们吃饭 回来 哇那河边挤满了 两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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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聊佛经 男生对女生聊 女生对男生聊 吃一顿饭可以聊两个钟头 聊的是五四三二一 一二三四五 那当时我要观想 他们在聊心经 那边在聊金刚经 我要观想 不能他们在聊什么 然后看了前面 那个巴黎河的水 苦海无边 告诉旁边人 脱离苦海 不要爱上我 你要给他祝福 不然他们在聊什么 五四三二一 所以 那这个 有一点 浪费时间 但是我们对这些 要生起悲心 哎呀 你看 他们都不懂 那我们站在那边看 他们还看我们 把我们当作怪物 这批人理个光头 还有人在喷水 那什么意思 所以 这个就是这个 末法 末法就是说 他觉得我们奇怪 我们也觉得他们很奇怪 浪费时间 浪费生命 因为都在讲那些 五四三二一 每个人穿的不一样 凸显自己的身材 外表 等等等等 那各位你要去思维 这个世间 这么苦 无常苦空无我 他们不了解 怎么办呢 所以老实说 像我们这边走 他们看我们一眼 就是见急解脱 他赶快念这个 翁阿宏 同享我功德 希望他们这样 所以船过去了 船是个餐厅 上面坐得很多人 很快乐的 来吃东西 他吃的是鸡肉 鸭肉 鱼 对不对 然后眼睛看得出家人 Hello 他把你当作是观光客 这是很正常的画面 但是各位 你不能落入那个情境 说 我也跟他挥挥手快乐 但是你没有生气一个 藉由他跟你挥挥手 翁阿宏 愿你得到佛法 愿你解脱生死 不然的话 现在年轻漂亮 有钱 可以在那边坐船游玩 那很少看到几个老人 老人都进老人院 在年轻 在好漂亮 在健康 在那边跑步运动 最后呢 还是痛苦 所以 每个人都在追求 不及之物 就不应该追求的 不用着急的 现在着急的是苦啊 轮回啊 怎么办 所以各位一定要去思维 这个问题 那佛陀告诉我们 怎么思维呢 每天晚上睡觉就躺着 我要死了 这样 我已经 眼睛一闭起来 我就会死了 就像一个人 冻伤了 他眼睛不要闭起来 不要闭起来 因为闭起来 他就会昏死掉 眼睛闭起来 就要死了 然后呢 我死了以后 我回去哪里轮回呢 然后去思维哦 所以各位不能每天 就像各位做妈妈 煮饭 照顾儿女 赚钱 然后回来 好累了 我儿子也平安 老公也好 睡觉 太快乐了 幸福 那明天又开始忙 妈妈 那个生病了 妈妈又开始忙 忙了一天 终于忙完了 然后 我觉得有意义 因为人 老实说 为什么这么多人 在河边聊天 为什么 无聊 没事干 寂寞 找朋友 同性恋找同性恋 异性恋找异性恋 是不是 就像 我去看网路 这个手抱的女朋友 眼睛在偷看别的女人 看哪一个好看 所以 每个人都 自己开着这部车 还看那部车 好不好 我也要买 所以 因为他 关心的是 不应该关心的 该关心的 却没有关心 所以 那你每天 一定要去思维 死亡 是必然的 所以 应光大师说 要把死 放在头上 24小时 分分秒秒都会死 所以我从小就有这个习惯 我觉得我这个人有一点问题 那时候我不懂佛法 那我妈妈就不准我谈死的问题 因为我都会 跟我妈妈说 这样 那个老了 哎呀 可能会死 妈妈你过路要小心 会撞车 狗小孩 这样就骂我 台湾人不喜欢讲 你讲这个好像会发生一样 但是我认为 随时会发生 因为你走路走过去 然后车子那么多 撞死 必定的 所以我从小就 我不敢开车 因为他们叫我开车 那不是要死了吗 坐车呢 至少我可以准备死 因为他会死的 会痛苦的 对我是有帮助 因为这样 所以我从小就不会爱上什么 我没有嗜好 人家问我说 喜欢什么 没有 这个世界没有 我连结婚都觉得这个 没办法的 没办法的 生小孩更让我开悟 哇 制造一个痛苦死亡 哇 太痛苦了 人家本来过得好好的 你把他生下来 然后就怕他死 对不对 喝牛奶 拍拍 我第一次这样 啪啪啪 他会吐口气 不然他会憋死 那我那时候就开始 受不了了 我说我干嘛 制造一个这么痛苦的生命 何必制造它来痛苦 为了传宗接代 为了什么爱情的结晶 然后制造一个这么痛苦的生命 然后你要担心的半死 你担心了半死以后 你就不得超拔 为什么 你爱上这个小孩子 你不能超度了 你永远心里挂着他 你超度不了 所以我们背这句话 母年一百岁 长幽八十儿 妈妈一百岁都快死了 都还在放不下那个儿子女儿 因为她没办法 她的心被她挂住了 被她绑住了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我希望各位去思维 这个叫禅 我们也叫行生般若波罗蜜多死 就是各位要真正的去看到 一切万法的真实的面貌 才可以让自己脱离痛苦 叫波罗蜜多 波罗蜜多就是从痛苦到解脱 从此到彼岸 从这个痛苦到解脱的岸 千万不要再染上他 如果有一个人去吸毒 去吸白粉吸鸦片 我们会觉得他很可怜 那各位 一个年轻人要去谈恋爱了 可不可怜 以我们佛法的眼光来看 可怜了 掉入枯海了 可怜了 师父你要还俗了 你去爱上女人了 你去爱上钱了 你去爱上地位了 所以各位永远记住 不要让自己掉下去 出家人都会掉下去的 出家人看到这个钱 这个女人 这个男人 心里跟他动 所以世间人说 你是不是动心了 动到你的心了 动到凡夫的心 动心了 天上的天女动心了 掉下来 要来轮回 亚当 夏娃 偷吃 禁果 动心了 所以讲到这个地方 各位不能让自己 动心 但是我们会觉得 我爱我的儿女 我爱我的老公 这是天经地义 我要好好爱她 我决定好好爱她 我决定好好 绑死她 我被她绑死 因为世间人认为说 这是正确的 而且还要你们在神父弦面前 挂戒指 我保证好好爱死她 然后认为 正常的 这个正常的 事实上你现在学佛了 可怜 可怜 所以我也曾经碰到 我的出家弟子 跑来房间 师父 我要还属了 为什么 我爱上她了 我说你不要佛陀了 他说没办法 我白天也想她 晚上也想她 所以我要还属了 我说 好可怜 他说那怎么办 很可怜 那我就问他说 很简单吗 万法皆空 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没有 不行 我明明爱她 明明是假的 你怎么会觉得 有一个爱 她就放不下 那有什么办法 那就是她已经 没智慧 她不用智慧去看 事实上 你再爱一个人 再恨一个人 那个只是一个感觉 那个感觉是 是真的还假的 你也讲 凡所有相 皆是虚幻 是诸法空相 诸就是一切 一切 你的爱啊 恨啊 金钱啊 那都是假的 虚幻的 空 空不是没有 空是 昨天解释的 这个花 本体就是空 因为它不永恒存在 那在这一点 各位一定要 你一定要去观察 如果你 你不喜欢 有这个禅的习惯 你会害死你 我很喜欢 这个塔的造型 很喜欢 也是个贪恋 这个塔目的是 表菩提心 表佛陀的心 你不要去 讨论这上面的资料 历史 然后呢 漂亮 很多人变成在 制造一个执着 漂亮 我喜欢塔的造型 我喜欢拜观音菩萨 因为看起来 比较像我 因为我是女人 我不喜欢拜 韦陀菩萨 她是男人 那你把 你根本没有去抓到 佛法的重点 只是在追求那个像 那凡所有像 这个外表形状 所以我们叫密 法 法的意思是 你必须从佛塔 去看到 他的真理 那什么叫密呢 这个真理 是用在你身上的 我要达到 我要达到 路三宝门 解脱 成佛 利益众生 我要把这个塔的法 应用在我的心态 人格 对待众生的 真相上面 那在这一点 塔的外 内 密 那你要看得很清楚 不然的话 你又被这个东西 迷失了 迷失了 所以我想各位看到 观音菩萨 那是外 代表慈悲 内 那观音菩萨是怎么 度众生的 密 那我要做观音菩萨 所以昨天 他们跟我说 师父早上我们要修 绿度母 那我就说 好 我等一下去看看 你们像不像 绿度母 因为你修了老半天 绿度母 你没有在做 绿度母 你去修绿度母 干嘛 师父我很会念 欧玛丽别美后 我们看一下 你一点都不像观音菩萨 欧玛丽别美后 人家念欧玛丽别美后 是要有 事无量心 清净洁白 顶着欧弥陀佛 救苦救难 对不对 所以观音法门 不是你在念大悲作 欧玛丽别美后 叫观音法门 观音法门 是你看到一个老人 你赶快救他 看到水 赶快化为甘露水 看到食物 赶快上供下施 看到一个友情 就希望他离苦 欧玛丽别美后 希望他得到现世的快乐 健康快乐 老人健康 希望他健康以后 听闻佛法 希望他将来以后 往生净土 各位要一直这样祈愿 所以佛经说 菩萨修行三大阿生祈节 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都是一直在祈愿 各位开始修 一定要修 看到人 看到医院 看到鸟 看到水 你马上要用佛法的态度 佛法的思维 去把这个水 变成救苦救难的水 水里面的死掉的人超度 水里面的鱼超度 河内 河边 河中 各种 现在往生众生 都能够离苦 那你要开始 这叫祈愿 就像 我去河边 看到这么男人女人在聊天 餐厅做得满满的 那你要祈愿 这里面的人 跟你一样 能够离苦 听闻佛法 他们吃掉的动物 能够超度 老板 也能够赚钱 然后体悟佛法 开素食店 你要一直祈愿 那你不能去 执着在这上面 那不但不执着 还想说 这一家餐厅 开得非常好 生意很好 那我们如何 把这一家餐厅 以后开间 变成一个素食店 而且可以 弘扬佛法 那你要 除了 有这个祈愿 又懂得学习 它的善巧方便 你不能说 有些人是 脑筋有一点直直的 管你三七二十一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事件都跟没有 没有关系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样 事件跟他 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他就没有 善巧方便 没有进步的空间 他只是一种 我在念佛 我在念佛 我如果不念佛呢 我就离开正念 这个叫 比较固执 所以各位我想 法上因舍 所谓佛法 并不是一直拿来念 叫佛法 就是说 药 不是放在 每天一直吃药 你没生病吃药 干嘛 佛法就是说 当你起了妄念 一个不符合佛法的 念头行为 你赶快把佛法的 正念跟行为 拉回来 我们叫 正见与正行 什么叫正见 念一下 缘起无我的正见 无害 慈悲的行为 那佛法就是说 那你要随时 生起这个 缘起无我的正念 万法皆空 然后对众生 我想骂他 不行不行 他对不起我 他造恶业 但是 这是 我还是要帮助他 所以不要伤害他 无害 我还要对他慈悲 所以缘起无我的正见 无害慈悲的行为 那你要时时刻刻 碰到那个事情 你要起心动念 你要保持这个念头 不能做心灵的奴隶 要以法为法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 意念上师 干嘛把歉 密宗教上师一切 我们叫一心念佛 要用这样子的正念 正行 引导我们的心 我是念阿弥陀佛的 所以我要有 阿弥陀佛的身口意 这么清静 我要有阿弥陀佛的慈悲 同行同愿 去帮助这些 正在轮回六道的友情 脱离痛苦 这个叫一心念佛 那你在念佛 念佛 这个小姐漂亮 都跟他念两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样 因为你引起了欲望 这个男生帅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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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瞪他两眼 瞄一下 那你不是哪里在念佛 你是在念欲望 你会让你心里乱掉 然后呢 我明天还可以看见他吗 所以一个你不喜欢的人 打简讯给你 给他挂掉 一个喜欢的打简讯 多看十遍 这个叫禅修 他是什么意思 一直想他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喜欢他 那各位 你要记住 当你有这些念头的时候 那你叫放逸 放逸 就是说 你随顺你的不好的念头 不应该 这个时候要赶快保持正念 但是那你一定要养成习惯 如果你不养成习惯 那你 你可能就 就很容易放逸 所以就像各位在听我讲课 有些人说 海涛法师讲课都在聊天 不能叫聊什么 因为希望讲了这个东西 跟我自己有关系 跟你自己有关系 就像今天你肚子痛 我是医生 假设我是医生 我不会跟你聊眼睛好吗 赚钱吗 我们现在聊的是 你肚子痛怎么办 我又没有肚子痛的药 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这两方面都要帮忙 所以有时候我常跟医生聊天 为什么要跟他聊天 因为医生虽然在技术层面 很厉害开刀开药 但是他不了解 病的因是什么 他只知道得癌症了 然后得癌症 用他的分析 科学的分析 持肉 没睡饱 家庭遗传 他不了解 根本得癌症的因是什么 有癌症的业力 有癌症的冤亲在主 对不对 事实上中医还懂得四大不调 中医等过地水火红变化 按按你脚趾头 你的腰会好 有时候人家就跟脚趾头 问腰有什么关系 但是这个有气脉有关系 他还有这种缘起的 虽然不究竟 所以有时候我都会跟医生说 医生 你帮人家医病的时候 有时候你没有感觉到回去的时候 自己好像也生病了 身体很难 说对 师父你这样讲 我觉得 好像有鬼 我跟他针灸 就打到我自己 所以我有时候 我要用哀咎 把他赶出去 你看我身上带了很多符 因为怕被身上的鬼卡到 但是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他只能说挡住他 希望这个鬼不要跑到他身上来 因为他还是没办法 但是他用他的技术能力尽量帮你 但是他解决不了 所以各位为什么要成佛 佛大智慧 今天你生病快乐有钱的最原始的因是什么 他完全知道 了解你生病的因 而且也了解去除这个病因的方法 药 他完全了解 所以叫苦极灭道 痛苦他了解 痛苦的原因是什么 消灭痛苦的方法 所以只要能够离开无名爱人 那消灭痛苦的方法 道 那你按照怎么去做 那你就可以消灭 那我想 在这个地方 各位如果要学佛要有 不能把佛教当作一种文化 但是佛教是一种利用文化 去推广可以 所以佛教文化进入了中国 泰国 西藏 所以当地的人民学佛的比较多 但是大部分还是文化 但是佛教没有进入欧美地区 如果进入欧美地区 已经跟文化合为一体 就像阿富汗的佛像 土耳其的佛像 造型就跟当地人一样了 所以他已经跟当地的文化合在一起 所以就比较容易传播 但是透过文化是要了解佛教的道理 而不是一直停在这个文化的层面 所以各位学藏传佛教可以 但是不是学西藏文化 我们是学佛法 我发觉很多 我每次去参加法会 就有很多女生喜欢 藏着藏人的衣服 这样漂亮一点 这个跟佛法没关系 你不能把漂亮的 拿到佛教里面来 因为佛教是 它是为了断除轮回痛苦 轮回痛苦是来自欲望 爱染贪心 这个太重要了 所以你不能对什么有贪心 比如说我很爱这条练珠 我念了十年 突然不见了 不见就不见了 换条新的 那你不能说卡在那边 我那个念十年的呢 所以那你一执着也不行啊 所以各位来念一下 放下就自在 对啊要放下 你要随时保持放下 你爱染到什么 执着到什么 那就是痛苦 你要感受到 真正的快乐是放下 而不是拥有 这一点叫出离心 拥有这种痛苦 你做国王 你做有钱人 你做美女 那是人天福宝 那你就会有那种傲慢 上帝的心态 考虑天王的心态 所以越有钱的人越骄傲 甚至种族歧视 会有这个跑出来 因为他拥有某一些 超过别人的条件 他就会觉得 我比较高人一等 慢慢他就会 看不起那个比他低的 然后这个骄傲习气 养成了 很可怕 所以有些人说 有些西方人很有福保 住的地方啊 钱啊 因为他过去世是个天人 那你想想看 天人享受几千年的福保 福保享受完 现在投胎做人 他当然那个骄傲还在 因为他的习气 已经三千六百万年 习气已经五十六亿七千万年 那种天人的傲慢 我是天人 所以如果你叫一个天神 到人间来 那天神会很痛苦 佛教里面有一个故事 各位听过了 优陀县国王的太太 她呢 看到有人在修行 她也蛮羡慕的 然后呢 有一天 优铁县皇后啊 她虽然修行 但是她对世间还是碍然 国王很会弹琴 很会弹琴 但是国家有规定 国王弹琴不能给别人听的 因为国王是最高贵的 但是有一天皇后说 国王啊 你那么会弹琴 现在没有外人 你弹琴给我听 我跳舞给你看 因为这个夫人还是觉得 我身材很好 我不跳舞可惜了 所以你弹琴给我听 我跳舞给你看 这样 那这个优铁县国王 还是一个素质有修的 他天文地理很厉害 看相很厉害 这个人站在他面前 他就知道这个人身上什么事 他都知道 好吧 国王既然皇后这样要求 他们两个在房间 没别人 他就把琴拿出来开始弹 很好听 那皇后那天穿得好漂亮 叫曼妙的身材 哇 在那边跳 结果国王在那边弹 看到皇后 完了 以她的 这种 这种 天性观察 完了 我这位漂亮的皇后 在七天就要死了 她琴就不弹了 她就跟皇后 她说你怎么不弹了呢 我跳得不正好吗 她说皇后 我会看相 怎么办 你的生命七天就要死了 那皇后一听 马上就坐在地上 哈 我是学佛的人 佛陀说会死 那我还在表现身材跳舞 她马上升起处理心 这也是很好的震撼蛋 那皇后说 那国王 既然你看得相那么准 你也知道 我七天就要死 你能不能让我去出家吧 我想要去跟佛陀出家 就算死 我也甘愿 他马上就放下 这叫有善根 但是国王说 不行啊 我这么爱你 你不能马上去出家 如果你真的要出家 因为我看 因为国王自己会算 他不可能不死的 那这样好了 你最后一天才去 最后一天 我请出家人 来帮你守戒 这几天 多陪我 多陪我 我这么爱你 但是皇后也没办法了 就拖一天 拖一天 到了第六天 国王就请了比丘尼 到皇宫里面来 帮这个皇后 要受出家戒 因为皇后说了 她说我听佛陀说 受戒 能够受戒 死后升天 所以国王说 皇后啊 我答应你 找出家人来帮你受戒 但是你要答应我 我这么爱你 如果你升天了 你记得回来通知我 让我安心 好不好啊 皇后就答应了 然后呢 到了第六天 皇后受了一天的八观才戒 很认真 因为他相信国王 他会死 以这种出离心 他受戒 但是他追求什么 升天 升天 他还不是要为了 不是为了要追求解脱 结果隔天 就是第七天了 第六天受了一天的戒 第七天早上 无病而中 死了 睡醒就死了 国王算命很准了 那国王知道皇后死了 哭啊 整天都在哭啊 那到了晚上 突然国王在哭啊 睡不着 天上放光啊 哇 有一个天人 国王就 哇 这位天人 你是不是来告诉我太太 现在投胎去哪里了 那这个天人说 哎呀 相公啊 我就是你的太太啊 按照约定 我来跟你讲 我现在升天 哇 你就是那个天人 赶快来 赶快来 我想你啊 哭啊 赶快坐我身边 结果这位天人说 国王啊 我是按照约定来看你 你们世间人身上臭的不得了 我才不要坐在你们身边 所以各位点香很重要 经典说 佛前点一只香 适时有寻的这种臭气 就会消除掉 所以各位你要打坐啊 或是你到一个餐厅啊 如果那边臭味 或是你住一个新的房间 你要给一只好香 然后呢 这些香供佛 佛加持这个香以后 就可以净化环境 那个时候你来打坐 那些 那些臭气 鬼神离开了 天神才会降下来 所以 夫人就跟国王说 我是按照约定来看你 你们世间的人生死发臭 很痛苦的 我 你好好修行吗 我离开了 就走了 因为皇后有出离心 放下了 对不对 她升天了 那个时候国王啊 隔天醒过来啊 就把他儿子叫过来 你妈妈升天不理我了 出家了 一天 所以我也要去出家 把王位交给你 我去出家 那国王出家以后 七天就正拿罗汉 这个叫什么 被刺激到了 他老婆刺激他 不理他 他也了解了 世间的问题 所以他就出家 出家七天正拿罗汉 正拿罗汉了 他天人的太太 还从天上 祝福你 换他这样 阿罗汉 连笑都不笑 刺激他太太 天人还会轮回的 所以我讲这个各位 身为皇后 身为皇帝 如果你看清楚真相 你不会执着这个的 就像释迦牟尼佛 做世间的转轮圣王 他拥有那么多 但这些都是 无偿逼迫 就像我电视上 演一个镜头 就说 希达多太子 坐在房间 结果四面墙壁压过来 代表生老病 压 逼迫他 没办法 他吓唤了 醒过来 冒了一身汗 差一点被压死 事实上各位呢 那些无偿 大鬼 二十小时 分分秒秒 都一直在 侵犯你 会让你慢慢 痛苦的死亡 死亡以后 按照我们所造的恶业 就会墮落轮回 所以讲到这个地方 各位首先 一定要做一个决定 来 愿断一切恶 愿修一切善 或是叫来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千万不要造恶业 你造了恶业 一定受苦 吃 佛经人说 三个人 一起吃 一只鸡 三个人 三个人都要下地狱 三个人都要下地狱 各位 下地狱不像我们说 一百年 两百年 下地狱 最浅的 最浅的地狱 一百九十一年 同样一直在受苦 那一只鸡 怎么被杀 被吃的痛苦 一百九十一个年 一直重复痛苦 三个人一起吃一只鸡 然后这个地狱到完了以后呢 地狱到完了以后呢 那你就要来投胎 做鸡 你这辈子吃了一百只鸡 那一百只乘以五百 你吃一只鸡 要做五百次的鸡 被吃被杀 那你算算这辈子吃了多少只鸡 鸭 鱼 那你要一直重复 一直重复这个痛苦 然后这个痛苦完了以后 那就会投胎做鬼道 没有福报的 然后就这样一直轮回 哪一天投胎做人 哪有哪做人 也做个贫穷生病的人 因为杀了一只鸡 或吃了一只鸡 那讲到这个真相 可能外国人就不喜欢听 那也安逆 但是各位你要讲 这没办法 不能不讲 佛教不能说 我们来meditation 一直讲这个讲 吃肉照吃 把佛法当作一种 一种买卖 多少钱多少钱 禅修多少钱 这是我认为比较恐怖的事情 因为我也认识很多信徒 跟我们谈佛法 然后一直叫菜 他吃肉 我还不哏 他吃肉 他认为 微哏是你的习惯 吃肉是我的习惯 跟佛陀没关系 错了 佛陀自定的 一切佛弟子不能吃肉 吃肉不是我弟子 这跟你是藏传佛教 汉传佛教没关系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你一定要相信 如果你基本的不相信 那你说我来追求 我来追求什么灌顶 那是多余的 但是现在的末法 什么叫末法 就是佛法 他已经脱离了这个基本 我为了要信徒 我为了要盖寺庙 我为了要推广 然后就把这个基本的戒律 都放掉了 这是我们身为华人 所谓中国人 比较有福报的 至少 这些师父们都会告诉我们 你一定要吃素 甚至很多寺庙 办法会 你要来参加法会 三天要吃素 你三天不吃素 不能进来法会 因为你进来法会 又吃肉又吃葱蒜 你把那些鬼 什么统统带进来了 怨气带进来了 特别我们要超度就很困难 吃鸡肉的人怎么超度鸡 也没办法 吃猪肉的人怎么超度猪 也没办法 然后也消除不了业障 最简单的说 以后如果一生病了 最好的方法就是 马上吃素 马上吃素 然后来忏悔 你会发现你病就快好了 因为真正的病的因 大部分是来自于杀生吃肉 因为杀生就是 你不吃肉 他怎么会杀生 当然有些人会跟我说 师父佛陀说 可以吃三净肉 不是为我杀的 我不是听他杀的 没有听到他被杀 我也没叫他杀 明明问题是 现在这个世界 按照经典说 没有尽肉 什么叫尽肉 自然死亡的 这个世界没有了 这个世界所有的这些猪鱼 都是为了人类要吃 他们被虐待 被杀 才给我们的 都是为我们人类要吃的 所以各位了解这一点 我们学佛了 第一个 那你要相信因果 六道轮回 死后 人有前世 有现世 有来世 特别在西方社会 各位要多强调一点 因为我们不能说 他可能不能接受 所以就不要跟他讲 我们只讲 他可以接受了 问题是 问题是他永远不相信 有轮回 那还谈下去吗 因为轮回是一种 最痛苦的东西 不是你现在心情不好 打坐就好了 而是那种轮回的痛苦 没办法比喻的 没办法形容的痛苦 就像刚刚各位听过 地狱道的痛苦 畜生道的痛苦 恶鬼道的痛苦 天上的人的痛苦 更很痛苦 天上的人 假设他享受 三千六百万年的快乐 都很快乐 不用去医院 不用大小便 吃什么都很快乐 没有感情的痛苦 那是到了最后几天 他们要脱离天人的福报 去轮回的时候 他那种痛苦 比人类多百千万倍 什么痛苦 念一下 爱别离苦 什么叫爱别离苦 你有一万个小孩 你爱他爱得要死 你有一万个先生 你爱他爱得要死 当你这个天人要死亡的时候 他身上就发臭了 然后别人就不跟他在一起 因为天上的人最爱干净 最怕臭味 所以各位千万不要吃 葱 蒜 韭菜 葱 蒜 韭菜 因为我发觉这边人吃素 还是喜欢吃这个五辛 你吃葱 蒜 韭菜 保证不能升天 因为天人最忌讳这个东西 然后那些鬼魔 吸血鬼 罗刹鬼 最喜欢这个味道 你一吃葱 蒜 韭菜 你的嘴唇 你的舌头 只要念经一定会咳嗽 然后鬼就附在你身上 就附在你的嘴唇身上 就像我想各位以前 如果你有吃葱 蒜 现在你没吃了 然后你闻到别人在吃 你就全身不舒服 也没办法打坐了 气脉就乱掉 没办法打坐 然后鬼魔就来干扰你 然后你就会变邪贱 有些人因为打坐 没有持戒 喜欢吃葱 蒜 吃肉 没有持戒 就在打坐 戒定会 佛陀讲得好 你不持戒不能修禅定 但是有些人就不持戒 就喜欢打坐 所以他就会魔鬼附身 他就变成我有神通 我好厉害 我得到什么禅修的 什么功德 他就变了 思想也怪掉了 这一点一定要把握住 并不是说我喜欢打坐就算了 因为你越喜欢打坐 魔越来找你 就像摄利弗尊者 他有一日在山里面打坐 各位听过这个故事 结果那山里面的魔王 看到摄利弗在他山里面打坐 侵犯了我 就用他的魔杖 敲摄利弗的头 如果一般人早就睡掉 那一天摄利弗觉得头痒痒 然后来找佛陀 打坐完以后来找佛陀 佛陀就问他 摄利弗 你今天有没有觉得头怎么样 有啊 打坐痒痒 没事 佛陀说 好在你打坐 因为你禅定的力量 那个魔是要把你打碎的 因为你禅定的力量 那个还弹到那个魔王自己受伤了 这个禅定的不可思议 如果是一般人 没有你摄利弗的这种慈戒 慈悲 这样来禅定 早就死了 所以佛教才会说 不要随便打坐 打坐 没有人教你 之间不正确 很容易走路邪魔歪道 有了鬼神通 有了错误的思想 没办法改变 所以当然 讲到佛法的基本 那各位一定要了解 第一个 那你要得到 现世的快乐 做人快乐 来自来世的快乐 这一切不离开因果 所以各位一定要来 守持戒律 常行不失 什么叫守持戒律呢 就是不要伤害 直接或间接 伤害到别人 其他众生或社会 这叫守戒 你随便把一个树砍了 你随便把水弄肮脏了 现在小朋友 在河边 看到河很漂亮 就拿个石头 看谁利害 一丢 我跳得比较多 那 那个河神就会很生气 各位 河有河神 山有山神 树有树神 土地有土地神 互相尊重 如果有人在你身体上画画 有人打你的身体 你会生气的 你会说你会对我这样 那事实上 诸恶末座就是说 你学佛了 你要相信 这个世间有六道轮回 土有土神 水有水神 万物都有他的执着 一只鱼也有他的主宰神 如果你吃鱼 你就伤害了龙主 龙王就生气 你杀了树林里面的鸟 树神就生气 因为他认为 这鸟跟我住在一起 鸟是我的眷属 所以每一种动物会动的 都有他的护法神 就像中国人在其他国家被杀了 中国政府可以抗议的 对不对 不能伤害我 美国人在其他地方被杀了 美国政府会抗议的 因为每一种众生 都有他的属性 如果你去伤害他 就像你去打死一只蚂蚁 如果你没有忏悔超度 你这个世界 从今天开始跟蚂蚁没有言 这些蚂蚁呢 甚至会来找你麻烦 就像一个吃狗肉的人 你走到哪里 所有狗都会想要咬你 所以一个杀人的人 所有人知道你杀过人 大家都会怕你 因为各种种类 都有他们的团体意识 所以在这一点 诸恶末座各位一定要想清楚 然后你现在活着 你在上班 你在做事 有没有哪一个行为 伤害到其他的生命 或是破坏了水质 比如说各位很喜欢用 很好的洗碗精 虽然效果很强 但是破坏水质 所以现在人就会去买一些 有机的 虽然比较贵 比较麻烦 但是他们都会这样做 因为他知道 你去破坏水质 得罪水神没有好处 因为这个世界也好 世界就是这些地水火风 这些友情也好 六道众神 你都要尊重他 诸恶末座 不要直接或间接伤害他 但是现在最严重的就是吃肉 因为吃肉了 就造成最大的痛苦 所以现在你会发觉 科技越进步 病越多 苦越多 有些人跟我说 动物你看一辈子也不容易生病 老了生病就 像我们那天 护身员有一只骆驼 倒了 然后他们说要去看医生 我说不用 先祝念 祝念完再去看医生 大家坐着祝念 就念念念念念 没几句话 那只看一眼然后就死了 动物好超度的 他对这个世界没有执着了 念佛的力量 会让我们有感应 很容易超度 但是他永远谢谢我们 但是现在人麻烦了 我要活 我要活 他该死的时间还是要活 然后就利用科技 利用医学 甚至器杰 甚至灌食物 多活五年 多活五年干嘛 浪费很多啊 自己也受苦 所以各位要发个愿 哪一天死亡到了 马上就走 好不好 不要拖 但是要再发一个愿 父母还没走 你千万不要走 不孝 父母还活着 我们不走 那父母往生了 哪一天该我们走了 二十岁 五十岁 八十岁 都可以 任何时间都可以 能够身心自在的走掉 走掉去哪里 去极乐世界 或是趁愿再来 但是如果你有执着 你就没办法 你有造业 这个业力会把你抓住 听我讲一个故事 在台湾有一位老人家 他有时候去佛堂拜佛 但是他的女儿很虔诚 吃素念佛 他这个老人家生病了 在医院 结果他女儿当然很孝顺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一直回向给他的妈妈 医生给他说没救 但是他妈妈就是 很痛苦 但是不会断气 不会断气 他很急啊 念了后来没办法 他就直接跑到台中 最出名的老和尚 南普陀的 广化老法师 那广化老法师 好像有神通 词戒 不可思议 那那个时候 他们结下安居 结下安居 照讲出家人 是不能出来的 有些人就会很硬 对不起我结下安居 我不能去住念 那就是要被戒律卡死 但是广化老法师不会 他一定 中文字幕...